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团在上海举办 前安华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怡在会上表示 从近十年开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拉动消费需求依靠制造食尚 二靠制造焦虑 林采怡说只要消费能够强劲增长 未来中国经济的动力就会源源不断 他指出过去二十年投资和出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从近十年开始消费成居上之势 把钱花光 为国争光 爱国主义怎么爱 很简单 花钱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林采怡的话立即招来了众路 有网友说 中国还有六亿人月薪财一千元 不足两千元的有十亿人 你让他们把钱花光 喝西北风吗 你有余钱你随便花 花钱谁不会 还要理交 关键是有没有钱花 这才是个关键 人最大的悲哀是啥 是钱花了 人还没死 既然人没死 就要养家糊口 就要赡养父母 就要抚育孩子 就要给孩子交学费 资料费 各种培训费 医药费 生活费等等 现在中国盛产这些语不惊人 事不休的专家 比如那个死四千人等于没死人哈哈的礼仪 那个收入两千元人民币 比在国外收入三千美元更幸福的成品 有网友说 钱都花光了 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 爸妈住院 请不了护工 看病付不了挂号费 住房拿什么还房贷 没有钱 年轻人就找不了对象 找不了对象就结不了婚 结不了婚就做不了爱 做不了爱 哪来革命后代 把钱都花光了 成穷光弹 极寒交迫 兜里头一无所有 和西北风能解渴 唱国际歌 能管保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赵本山的小品 不差钱里 有句经典名言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 人还活着 钱没了 林采宜该骂吗 该骂 袁腾飞已经在网上开骂了 并且骂得大气回城 但林采宜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显然不会落实地鼓励老百姓把钱花光 他实际上想为习近平的内循环支招 因为消费投资出口 使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 目前由于中美贸易战 香港红色恐怖 以及维吾尔人权问题 中国与西方冲突严重 再加上新冠疫情 本已处于下行的中国经济 更是雪上加霜 也就是说 投资出口双双陷入了困境 目前能拉动中国GDP的 也就剩下了消费 林采宜鼓励老百姓花钱 实际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消费 通过增加消费 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但网友的路对也是对的 因为中国人不是不会花钱 而是花不起 中国消费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第一 中国人手中无钱 不仅林采宜鼓吹老百姓花钱消费 去年10月30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林泽 在介绍十四五规划时 反复强调要大力促进消费 在短短的一小段讲话中 仅连续13次提到了消费 显然中国当局已经把消费 作为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万能法宝 但有学者指出 仅从纸面数字而言 中国居民内部消费需求似乎还颇有潜力 2017年 中国人消费涨GDP的比重为39% 不仅远低于美国的69.5% 也低于日本的56.3% 和韩国的47.8% 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 59.1% 以汽车为例 美国的千轮汽车拥有量是800台 德日是650台 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 差距很大 但实际情况是 中国统一大市场被一道城乡 二元结构的鸿沟一分为二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健分析 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 已在2.5万美元以上 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 在4500美元以下 这两部分人口分别集中在城市和农村 两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 使中国形成了M型消费结构 低端和相对高端的消费比较多 而健康的消费市场应该是橄榄型的 中间庞大的中产阶级 形成消费市场的主体 2019年中国GDP是100万亿元 人口14亿 人均GDP7.14万人民币 折合美金10276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标准划分 人均GDP在1006美元到3955美元 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 在3956美元到12235美元之间 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超过12236美元 则属于高收入国家 据此 中国在2019年已经迈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5.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相当于40%的人口 只占17%的收入 而这5.6亿人之中 还有2.8亿的月收入 远远少了1000元 只有537元 以联合国确定每天生活消费支出 1.9美元国际贫困线为基准 这2.8亿人实际上是在贫困线以下 第二 中国人不敢消费 中国中下层确实没钱了 消费枯竭 房地产作为最大的内需 却挤占了几乎全部的其他内需消费的空间 2015年以来的一轮房价上涨 究其原因就是以货币宽松和政策优惠 通过去库城叠加 彭改货币化 鼓励居民举债购房 其目的就是以居民家杠杆 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 结果显而易见 房价一路高涨 居民杠杆率 也就是居民的债务余额 与GDP的比率随之一路上扬 从2008年时的18%攀升到2018年一季度的50% 短短10年 中国居民杠杆率翻了两倍 在居民贷款里高达70%以上是中长期房贷 而在短期贷款里 资金也多数通过消费贷 现金贷等方式违规流入楼市 去年上半年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师 发布了一份针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自辖市 涉及3万多城市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报告 根据报告 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实际上已经在破产的边缘 总资产最高的前20%家庭 其总资产占比达到了63% 前10%的家庭总资产占比达到47.5% 而最底层20%家庭资产占比仅为2.6% 换句话说 中国居民近一半的财富是被10%的家庭牢牢占有着 56%的家庭靠负债购买房产 而房贷占到家庭总债务的76% 而负债来源则以银行贷款为主 这意味着一旦他们违约 房子就会被银行收走 变成赤品和西北风 杭州厦门深圳珠海广州南京合肥苏州八座城市 居民平均贷款数额 已经超过了成款的数额 上海财经高等研究院一份报告称 2017年中国家庭的负债率已经高达107.2% 高房价占据了很多人未来的20到30年一半的收入 第三疯狂印钞加速了中国通货膨胀 中国债务猛争与货币超发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1990年的时候 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M2发行量是1.53万亿 截至2018年3月 中国货币M2发行量达到了173.99万亿元 这意味着28年的时间里 人民币的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 而中国GDP和国民人均收入 却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金能的增长水平 如果按汇率来折散 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27.67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美元加欧元M2的总量 到2019年9月 中国货币M2发行量已经超过195.23万亿元 过去几年 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方法就是脱制绝 一旦出现GDP增速下降的迹象 就立马狂发货币 只要经济一下滑 就开动机器大印钞票 就开始降息 就开始宽松 但狂发货币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在同样保持快速的增长 这样才能把企业的贷款变成利润来支付本金和利息 否则就变成了凭空印钞 只会让货币出现贬值预期 如此印钞速度确实堪称恐怖 中国政府疯狂印钞 直接造成了中国通货膨胀 使物价上涨 老百姓手中的钱不值钱 中国有14亿人口不讲 但在新三座大山 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 以及通货膨胀的重压下 他们用什么去消费呢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经济学家林采怡 所谓把钱花光 为活争光 被网民露刺活该 因为经济学家要学会说人话 但如果大家仅仅认为 林采怡在说疯话 显然忽略了他讲话的背景 他实际上在帮中国政府鼓励老百姓消费 想用消费提升中国经济 因为中国老百姓消费的确严重不足 但不是中国人不愿消费 不会花钱 而是消费能力枯竭 钱大都压在房地产里面 同时还要面对医疗教育 另外两座大三的重压 可见通过拉动老百姓消费提升中国经济 这条路走不通 其实也预示着习近平的内循环此路不通 林采怡的风化 或许代表了中南海当前困境下的错难和疯狂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欢迎订阅